肖战最新的直播热度仍在各大平台持续发酵 你天的颜值再次刷新了网友们的认知上线 粉丝们纷纷感叹 做肖战的粉丝实在是太幸福了 每次他出现在公众面前 都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很多粉丝都说 入股肖战永远不亏 这不仅仅因为他的高颜值 更因为他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职业素养 作为顶流艺人 肖战展现出来的 是一种全方位的努力与专业 让粉丝们感到无比省心 首先 颜值方面 肖战的确让人无话可说 他的外貌条件出众 五官立体 面容俊老 几乎没有任何角度是他hold不住的 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在镜头前 他都不会让人担心他是不是又胖了 是不是又肿了 做他的粉丝 从来不用为他的颜值感到担忧 肖战属于典型的硬帅型帅哥 不需要复杂的造型加持 也不需要特别的气氛烘托 他站在那里 不管是经过精修的照片还是生涂 不管是穿着华丽的金装 还是简单的素颜 都只有一个字能形容 那就是帅 肖战的这种天生优势 使得他在娱乐圈中备受推崇 老一辈的戏骨和资深艺人们也对他赞不绝口 娱乐圈经营了十几年的老戏骨们纷纷表示 肖战是难得一见的古装大美男 很多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肖战在新加坡拉富劳伦活动现场的表现 尤其是他那一头长发廊伪造型 震撼了整个时尚圈 这种造型不仅仅是对传统古装美感的一次演绎 更是将现代时尚元素完美融合 达到了古今美学的平衡点 这个造型被很多人称为肖战风神的名场面 成为时尚圈津津乐道的话题 此外 肖战的可塑性极强 他可以驾驭多种风格的造型 从古装美男到现代硬汉 从长发飘逸到寸头清爽 每一种造型都能展现出他不同的魅力 寸头的肖战是许多粉丝心中的最爱 简约而不简单 散发出一种自然的魅力 而当他以粒子头造型亮相时 又一次打破了大家的认知 展现出一种青春与活力 粉丝们热议 究竟哪个造型的肖战更好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肖战的可塑性极强 他的颜值足以驾驭任何造型 真正的帅哥能够做到语言签面 无论怎样的装扮都能轻松驾驭 除了颜值 肖战在其他方面也让粉丝感到无比赏心 他的职业态度和行为方式也体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网友们总结道 肖战即使大红大紫 但从不宣宾夺主 也从不去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综艺节目或是过度曝光 对于肖战来说 保持一种低调的状态似乎更加重要 他很少参与杂志社举办的各种晚会和大平台的年会 甚至连卖杂志都不显示销量 商务直播中 肖战也关闭了卖货通报 不挂卖货链接 这一举动避免了粉丝之间的课金攀比 他一直以来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除了在剧组拍戏就是在摄影棚拍摄商务广告 保持了低调和专注 肖战在娱乐圈中很少与其他人互动交流 没有什么绯闻缠身 不炒作友情 恋情等各种话题 他不卖惨 也不点评其他艺人 更不借水的热度沾水的光 这种独立的态度让肖战在娱乐圈中 保持了一种难得的清醒和冷静 他不和任何平台 公司捆绑 全方位让粉丝省心 这样的选择 虽然看似让肖战在娱乐圈的曝光度降低 但是继上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在娱乐圈中占览了脚跟 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实力 有担当的艺人 作为一名顶流明星 肖战既能让粉丝享受到顶级的追星快感 也能让他们避免因偶像随时塌房而行精胆战 如今的娱乐圈 充斥着各种炒作和绯闻 而肖战的这种淡定和自律 显得尤为难得 他不仅仅是粉丝心目中的偶像 更是众多追星人心目中的天选之子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树立了一个正能量的偶像形象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无论是颜值 才华还是品德 肖战都堪称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给这个浮躁的时代注入了一丝宁静和希望